所以我就觉得刚才吴阿姨这段表述真的特别浪漫 所以就您和您爱人的时间点的记录 不是哪一年 哪一月 哪一天 而是就属于你们俩彼此的 卢山恋电影院播放这个电影的场次 是你们时间点的记录 特别浪漫 那今天我看叔叔在台下听的时候 脸好像还是有点红 我们现在和大家见见面 好吗 好 来 有请叔叔登台 大家好 我叫杨玲 是卢山恋电影院范姻院 刚才讲了卢山恋这部电影 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部爱情电影 而且还有一个里程碑 这是我们国内电影当中第一次出现吻戏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当时这个中国电影观众来讲 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当时在播放这个电影的时候 因为你们在后面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 所以你会有很多好玩的事吧 你不是说这个电影是中国的电影史上第一吻吗 你说到这儿叔叔脸怎么又红了呢 可能都红了 他觉得不能说 不能说吗 说 说我不想说 当时我们俩都放电影 一人一台机器 他把工作的东西程序走完了以后 空闲了一会儿时间 他就过来 就吻了我一下 当时我就吓了一跳 我一转身就把那电影给碰停了 好 好不好 当时还爱情 电影画面那个气在那儿卡在那儿了 然后那个底下观众就鼓掌了 他就没有那个屏幕了 我发现 这叔叔阿姨感觉到现在 你看阿姨讲的 讲恋爱这段这个幸福感 这老两口在一块 真的好像还在谈恋爱 我们老长得大 好幸福 他也经常说我是那个没习惯成精了 他老在生活中老什么说我 说我又矮又胖 叔叔阿姨 越长越厚 所以我觉得特别希望 二老给我们电视机前年轻朋友 分享一下你们爱情的保鲜秘诀 啥保鲜秘诀 我觉得就是责任 你说哪对夫妻没有摩擦 没有矛盾 谁都会有 但是能坚持白头到老 那一定是忍耐 宽容 是不是 多为孩子想 多为父母想 就那个家庭才能延续到后面 哪有夫妻不吵架 一吵架就分手 那就没有一对能白头偕老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就是秘诀 没有别的秘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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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